十天干四化 按照什么来呢 这个甲乙饼令物几根心人鬼 年上如此 月上如此 都是这个样子 或者说你本命上 是按照这个十干四化 你大运上 你看到大运走在某一个工位里面 它天干是什么 这部大运就按照这个模式 去发生四化 路权科技 这个我们在这儿呢 先不多展开去说了 把这个地方拿出来 就是告诉你什么呢 这张表是要背下来的 那这里边呢 大家注意一个点呢 就是耕阳五 这是太阴 天童 如果你手里面的资料 这个位置呢 不是太阴的话 把它改一下 其他的呢 我们其实不用动 这是这样子的 那比如说今年是人 人银年 人银年的话呢 流年上 所有的人的流年 都是一样的 流年的命功 都在隐功位置上 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不一样的是你 这一年里面 那隐功里面 星是什么 是不是 大家流年的命功 都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呢 产生了什么呢 天莲化露 紫微化全 左辅化科和 五曲化祭 那你说对自己 会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这个五曲星 五曲在这一年 化祭了 五曲星出现在你 流年的这个命功 或者三方四正了的话 是不是他对你的 影响力比较大 那么如果说这个啊 虽然大家都是 五曲化祭 但是呢 他并不在你这个流年的 三方四正 重要的位置上 比如说他在个 什么交友宫啊 或者是这个 其他的不重要的宫 子女宫 是不是 他不主要表现在 在你的身上 然后呢 我们讲这个六极星 六极星 文昌文曲 左辅右臂 天归天月 三组 三组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深化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 看他们的组合 怎么去看他们的组合 所以在这呢 我们教大家一种方法 我们看那个文昌星 文昌星和文曲星 怎么样看他们 两个成对出现 这个如果你去看 看这个 他排盘的方法 里面呢 有啊 我们在这呢 不讲那排盘的那个 步骤了啊 直接讲结论 结果是什么样子 文昌文曲 会在丑弓和卫弓里边 同弓啊 比如说 昌 曲 他可以在这个位置上 丑弓呢 同弓 也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啊 昌曲同弓 他俩会出现这样的状态 因为他们俩的运行呢 是反方向的啊 一个往左走 一个往右走啊 所以如果说 你在这的话 走走走走走 他一定会在这遇到啊 那么 如果他不是 不是在这的话啊 假设啊 一个在这儿 那么另外一个必定在这儿啊 就是他会以这条线做分割 左右两边的去 一个往左走 一个往右走啊 一个往左走 一个往右走 所以说啊 如果是 假设 文昌星在这个位置的话 文曲星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你丑弓做命 就变成什么 就是昌曲夹命 对不对 所以一说昌曲夹命的话 你要能反映出来 他不在这儿 就在这儿 那不可能是在别的位置上啊 那么如果在这儿 比如说我文昌在这儿 是吧 那么文曲的话呢 就一定会在这儿啊 它构成什么呢 比如说你命功在这个位置上 他的三方四正 哎 这样的一种状态 是不是 就变成了吗 文昌和文曲 都会到在命功里面去 啊 叫文星拱命 对不对 因为都照进去了 就都归你了吗 叫文星拱命 那你再到这个位置上 是吧 比如这个位置上 他又是一组啊 在这个位置上 他又是一组啊 到这个位置上 他又是一组 然后呢 又会到这个里来 你可以查啊 你可以查你手里面的那些命盘 你找啊 你找他们的关系 他只可能是这种状态 你说啊 文昌在这 文曲在这 这不可能 他没有这种组合 这跟他排排的那个规则有关系 啊 这是文昌文曲 然后左辅右辟呢 左辅右辟呢 跟文昌文曲 这个是一样的规律啊 比如说左辅如果在这儿的话呢 右辟应该同样也是在这个工位里面 也就是说左辅右辟 会在丑公和卫公 这两个位置上同工啊 然后呢 一个往左一个往右 这样去走啊 比如说左辅在这儿 右辟在这儿啊 或者是右辟在这儿 左辅在这儿 这都是可能的 因为他跟你这个转的 就是他跟你的你的那个出生的时间有关系 对吧 所以啊 你要一说 这个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右辟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左辅一定在这个位置 你命宫如果在这儿的话 就变成什么 叫左右夹命 所以一说左右加命 只可能你命宫在这儿 或者在这儿啊 那么那么你从会照角上来说的话呢 比如说啊 比如说你的如果左辅在这儿啊 右辟呢 一定是在这个位置上 是不是 你命宫如果在这个位置上 你就能会照到右 就是说另外一个 对不对 就是左右都会照到命宫来了 那么如果你比如说 我右辟在沉啊 那么他一定是左辅呢 就在虚啊 那么如果你命宫在其中一个位置上 一定牵一宫里面 见到另外一个 是不是 也会构成 这个左右的 两颗星都进入到你命宫的 这样的一种啊 晖照的状态 所以啊 昌曲的这个 他的这种排布的组合 跟左右可以是同时聚集啊 然后我们看 这个天窥天月啊 天窥天月其实就是 就贵人嘛 我们这个学 大家学八字的时候 甲乌庚牛羊 对不对 所以天窥天月这两个贵人呢 晨虚之地不临 一个是天刚 一个是何窥嘛 是吧 窥刚之地不临 所以这两个位置 没有这个 这个天窥天月不会进来 那么他会怎么来呢 怎么来呢 天窥天月啊 比如说 窥在这 那么月一定在这 什么时候呢 一个是有 一个是亥嘛 是吧 丙丁诸姬位 所以丙年出生 或者丁年出生的人 他的奎月 两个星就在这个位 就在这个位置上啊 那如果你命宫在这儿的话 假设你命宫在虚 就构成什么 奎月假命 对不对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你命宫啊 命宫如果在沉 就构成了什么 命宫在卯吧 对吧 命宫在卯 那么你就会对照到月啊 然后呢 会照到奎 相当于奎月 在三合的位置上 也会进入到你的命宫里面去 对吧 所以啊 我们看啊 这个奎月呢 他的这样的一种排布的规律啊 就是以这条虚线做分割 左右两边啊 比如说左右 这是一组啊 然后这个子和身 这又是一种状态啊 一个在这儿 一个必定在这儿 还有一个呢 是吧 如果一个在丑 一个在位啊 一个在鱼 一个在这个 是不是啊 你去排行啊 假如更牛一样 一记属猴香 你去数 数完之后 他一定是这种规律啊 那么好了 这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叫 叫 如果你命宫在 丑啊 你这儿建一个天奎 你对面呢 就会叫 建一个天月 这叫什么 坐柜 相柜啊 家里有一个 外面有一个 坐柜 相柜 是吧 那你还有一种情况 就刚才我说的 说这种情况的话啊 命宫在这儿 叫奎月 假命 啊 如果你比如说 命宫在这儿 这个是吧 这个啊 月 魁 这个相当于什么呢 人鬼舌兔藏嘛 是吧 人年或者鬼年出生 他的两个贵人 就都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你 你一旦命宫在这儿的话 就是 魁月 假命 就是这样 所以我讲的比较快 但是呢 你可以拿命盘去查 它一定是这种规律 我们现在不讲排盘的步骤 就是我直接跟你讲结果 你就可以直接记住 好了 就这样啊 接下来呢 我们讲这个六 雄星 青阳和陀螺是一组 火星零星一组 地空地结是一组 这个有的地方也写天空啊 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呢 咱们统一一下 就都叫地空地结 名词啊 它怎么叫不重要 我们大家理解 才是重要的 那么这个青阳和陀螺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规律呢 青阳陀螺的排布 跟谁有关呢 跟陆 是吧 跟陆存有关 跟陆存有关啊 叫这个陆存 陆存是什么呢 陆存叫 就是实际上叫石干陆地 对吧 石干之陆啊 因为甲年出生 甲年出生 它的陆是什么呢 是隐 对不对 所以陆存呢 就在隐这个位置上啊 比如说 它的陆存就在隐这个位置上 陆存一旦定了 青阳和陀螺就定了啊 它的前面就是青阳 它的后边呢 就是陆螺啊 青阳和陆螺是保护陆存的 一前一后 对吧 它是保存的 所以说 呃 那么青阳和陆螺呢 它永远会 中间隔一个宫位 对不对 啊 它永远会中间隔一个宫位 那么这样就就会出现一种状态 假设啊 如果你命宫在这儿的话 是不是 这构成就阳陀 夹命啊 这阳陀 它其实夹的是什么呢 夹的是陆 如果你命在这儿的话呢 它也夹命 是吧 是这个意思啊 因为我们比较 呃 说到这个阳和陀的话呢 我们其实比较在意的是什么呢 它 在你的命里边同时起作用 你比如说你擎阳做命 或者陀螺做命 都没啥太大问题 怕什么 怕加命 或者是你大运跟流年 再遇到阳陀 比如说你 比如说你这个本命里边有阳陀加命 等你大运 对吧 比如说你大运走到哪呢 大运如果走在这个位置上 那么你会会照到阳和陀 这个时候呢 阳陀又来了 主什么呢 主这十年当中呢 会受到阳陀的影响 给你带来 给你带来这种不利 那么在流年在转的时候 又见到阳陀的时候 它就这种强化 就是这种胸的力量会强化 强化强化 啪爆发 那就是阳陀 所以说啊 这个 那么阳和陀呢 一定是会跟着这个陆存去走的 这个石干 是吧 甲 乙 乙的路是毛 对不对 所以陆存在这儿 青眼往前走一个 陀螺往前走一个 那么你可以去思考啊 说陆存 陆存呢 它不可能在陈虚丑位这四个位置上 对吧 这是根据他这个石天干的这个路的位置决定 所以陆存呢 就不可能在陈虚丑位上 那么陆存不能在这儿的话 就意味着 青阳不能在这儿 陀螺不能在这儿 对不对 所以有四个位置 陈螺不在 有四个位置 陀螺一定不在 这个你可以下面去琢磨啊 当然我不需要 现在大家都记住啊 以后呢 你见的多了 你就知道了 然后我们看火星和菱星 火星菱星呢 这个比较复杂 从它的排布上来说呢 它其实比较复杂的 那我们在这儿呢 简单看啊 说银武虚年出生 银武虚年出生的话 这个火星和菱星 它的排布的话呢 就是这种状态啊 中间会空一个宫位 因为它这个 它的跟年有关系 还跟你的这个 出生的这个 时辰有关系啊 就是说 这两个呢 都是按照同一个顺序去转 那么它在同时转的时候呢 就永远是这样的 是吧 永远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一旦是 银武虚年出生的话 火星和菱星 它中间空一个 空一个格 就会出现这样的状态 那你 比如说你命宫在这儿 对吧 你就构成什么 火星和菱星加密 这两个雄星加密 对不对 或者你 或者你命宫不在这儿 对不对 如果命宫不在这儿 我跟那没关系啊 我命宫在这儿 但是你流年的命宫 就容易走到这儿来啊 每个人都有机会啊 当你流年的命宫 走在这儿来的时候 也是会受到 火星和菱星相加 怎么样 就会受到 他们两个那种挟持 压迫 不利的影响 所以这是 银武虚年 它出现这种状态 身子陈年出生的人呢 那么它的火星和菱星呢 永远在 它隔得这么远 那么 如果火星往前走一个 菱星往前走一个 火星走一个 菱星走一个 火星走一个 菱星走一个 所以它永远什么 永远在三合的位置上 永远在三合的位置上 你命宫要是在这儿的话 你见到火星了 就容易照到菱星 一定的 这是它的特点 然后 四有丑年出生的人呢 火星和菱星呢 它处在这样一种状态 火星往前走一个 菱星也往前走一个 它再往前走一个 这个菱星也往前走一个 所以它这种状态的变化呢 就变化比较大 你的命宫在不同的位置上的时候呢 表现出来的那种 这个 这个规律就比较杂 就没有典型的规律 最后一个呢 亥毛卫 亥毛卫出生的人 火星和菱星呢 它永远在相邻的两个宫位上 相邻的宫位上 都往前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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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永远是这种障碍 所以亥毛卫年出生的人 不可能会出现 叫火灵加命 因为它俩是永远是挨着的 就是这种 你可以去对照 拿你手里的命盘去对照 所以火星和菱星呢 是排布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不需要大家记 但你要知道它有这么一回事 将来我们用的时候 这个会用得上 最后一个呢 叫地空地劫 地空地劫呢 它会怎么样呢 会在四公和亥公的同工 比如说空节 空节同时在四公 或者空节同时在亥公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什么呢 一个往左走一个往右走 如果空在这 节在这 空在这 节在这 或者空在这 节就会在这去 它一样这样去走 走到这 又碰上了 对不对 然后再反着再去走 又碰上了 这是空节 所以说 你比如说 如果你命宫在四公的话 你就有可能碰上什么呢 这一空 这一节 对吧 空节假命 那是吧 你要比如说 比如说你命宫在这个位置上 你不可能会空节假命的 你空到这来 节到这来 那么就变成什么呢 空节会在你的三合宫位上对照 是不是 你就会永远 你就会遇到 那比如说 我比如说 我的空在这 节在这 那么假设我命宫在这 对不对 我就相当于 我命宫的三方四正 我一个也没遇到 空和节就都躲开你了 对吧 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要 基本上先知道 它有这么一些个 排布的一个规律 有一些排布的这种规律 为什么我们会 会这样去讲呢 会这样去讲 你比如说你看你的命 你的身边的人 命盘的话 你关注什么 哪件好哪件坏 你关注好还是关注坏 肯定更重点关注坏 说明年怎么样 我要注意什么 对不对 比如说 比如说 它这个命盘里边 就是 就是什么呢 就是空在这 节在这 那么你每个流年 你只要流年走到四上 是吧 换句话说 每到十年的时候 你就会被空节夹命 那你这一年的话 一定是 因为它给你 这两个夹命 一定是会 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具体是什么影响 有程度有多大 那么当然还得看 流年的四话 和你大运的那种四话 综合去说 但总之你要知道 一旦到这了 你就相当于是 已经给你 已经给你布好了 这个陷阱了 你到这的话 你就开始往里跳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 你要脑子里有个喜儿 你要提前 提前知道的 这个 这个是我们给大家 讲的这个内容 那么这一刻呢 其实讲的比较多 讲的多呢 也都是一些 基本知识的回顾 包括后面这些个内容 不需要你聚 但你可以从命盘上 看到这些个规律 它一定是会这样的 那你就要知道说 将来说 比如说你命宫在这 我要空节加命 怎么办呀 你就知道它不可能 是吧 所以说 这个星在宫位上面的 排布的话呢 它是有限的集合 有限的组合 有大量的不可能出现 你就不要假设 是不是 好了 这节课的内容呢 比较多啊 那么大家回去呢 多看一些命盘的 把这些知识点啊 先认知一下 不需要你记什么 先认知一下 好了 我们就讲这么多 大家下节课见